从头听到为 我怎么觉得这事特别不靠谱 就先说男生 就是您交往刚三个月 然后见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敢把工资卡上交给他 然后你知道他周围朋友的电话号码吗 你全有吗 就是他的家庭背景 你都知道吗 就很简单的一个常识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就说 我们开车都要限速 对吧 高速公路上都要限速 为什么 因为超速就会出事故 你们两个人现在 什么都没弄明白呢 而且又相隔这么远 在没了解清楚的情况下 就谈婚论嫁 甚至把自己的工资全部上交 这明显超速啊 就不符合逻辑 你明白吗 然后女方我想说的是 你想明白以后 你嫁到佛山之后 你要干嘛吗 就你以什么为生 你就靠他去养活你们两个人吗 当然不是 我可以做很多工作 你有做规划吗 为你的未来 你是有做规划的 对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 一个女生 远嫁 这件事情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因为远嫁 不是一种选择 它对一个女生来说 是一种能力 当你有了生存 和生活下去的能力的时候 你选择远嫁 那嫁得再远 就是一张机票的事 回娘家 如果你没有在当地 立足的这个能力的话 就算你嫁得再近 你到了那个地方 一样是找不到自我 会迷失自我 慢慢地 你到了它那边 就会变成它的附属品 明白了吗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先从认知和常识 这件事情做起 再去想 这个喜欢和爱 到底是不是真的 好吗 好 祝福你们二人啊